老师请问如果它是霍的话 中文有两个霍 可是它在放文只出现一次 哦对 其实跟跟前面有点像 但是前面它是放在后面 就是A and B 应该是恰恰 对不对 但是它这个恰 通常都会 如果要一个就摆最后 A恰恰 B恰这样 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 它在留意以后有A出现了 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常 固定的一个模式 字典是有给的 那我看一下 它跟恰恰的这个表达方式 应该都是一致的 它会是什么不给我 恰恰的 恰恰的 這個是那一個在格律當中 metric, preceding the words, 我们看一下,他这边好像没有给例子。 他什么意思? 我们使用 这里的语言。 有些语言之类的语言。 有一个语言。 在语言上这个语言。 有些语言。 有些语言是训言。 所以它跟CHA可以相互交换的 所以刚刚我们那个CHA应该 也可以当作VAR 还是VAR可以变用CHA来表达 CHA不能用相互交换 所以CHA也可能是VAR的意思 所以刚刚我们应该可以用这一条来解释 我们用VAR了 这个应该是要去看文法书 我们再去查一下 它的一个位置 通常的一个位置 它应该是怎么出现 相信应该跟CHA的一个用法 应该是类似的 或是一致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佛山老师 我是想问那个中文的 或者 我是想问那个中文翻译 它的鼠有四种鼠 其实它是从两种类型来的 一个鼠翻译是从鼠出格 一个鼠是那个PAKSHA 对 鼠什么它是翻PAKSHA 这一个鼠是 PAKSHA 那这个鼠是 PAK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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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也有这个意思 BELONG BELONG TO HERE 有了 但是它又通常就 WITH GENETIVE OR DATIVE OR LOCATIVE 那也没办法了 这一个可以用吗 Fall to the share or become the property 这个意象可以吗 这边 become the property or fall to the share 你不晓得什么意思 太困难了 那它这边是说 它是WITH GENETIVE OR REALITY DATIVE 那因为我们这边是 那一个NOMINATIVE 如果是NOMINATIVE 基本上是 这一些意思 become be arise come into being found stay abite happen accurred 这边有比较适合的吗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 OK 没关系 真的是LOKATIVE 属一对 它也是LOKATIVE 对不起 爱捆 好 所以 属九向心 它是说PALVATIVE 那这边就是LOKATIVE 是符合这边的文法 所说BELONG 如果我们采用BELONG 这一个 在哪里 这一个 有没有 BELONG TO 可以吗 那它说 虽然是RALY了 我们这边就刚好是这一个情况 RALY是很少 是吗 也是会有的 很少 表示它有遇过一些 好 还有没有 博山法事 因为它 它 它说 这一个鼠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动词 是从哪里来的 那就是PALVATIVE 自己叫下去别 因为 翻译通常它会省略 这个通常会被省略 可以吗 再去找那个规则来 也就是它 这叫NORMATIVE SENTENCE NOMINAL SENTENCE 还记得吗 它没有动词的 对 那它的动词就是它 A是B 那个 类相当于英文的B动词 但是它有时候 它可以用别的意思来取代 反正PALVATIVE 这一个 它会被省略 就是了 还记得吗 RECALL 好 接下来 有没有问题 OK 看古山法师还有没有 很好 这个鼠 两个鼠是从不同的字来的 一个是PALVATIVE 然后这边是用瓜 表示它是没有在句子 那它是通常被省略的 或是经常 PALVATIVE HAKSHIA HAKSHIA 可以吗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老师 可是这个原文 原文就是 尤其是这个原文 它只是 把它的 LOKATIVE 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要写 我们要把它 为什么我们要用数 因为 因为 这边的原文它是 若鱼 九种 心 柱种 心已尽心 是名 什么他品 鱼是吗 对 它只是翻鱼而已 它就翻它LOKATIVE 的意思而已 对 好 那书也可以 是吗 就是不会想到是属的意思 哦 嗯 那 硬 当然也OK 啦 烦 烦 因为这位 如果是英文 会让人家觉得 在什么样的状态中 这边已经不属于 类别 就是在 在久住心当中 那那个会也是嘛 在会观当中的吸引 清醒 OK好 那变成 它这边有几个语词 就是了 在九 它是第九还是九项 不是第九项嘛 对不对 原文它说 若于九种心柱中心一静性 于九种心柱中心一静性 是名什么他品 对 那这边的心静性就没有再出现了 就是 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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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这样子处理就是 它的文 少了一些东西 那 那 当然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理解 或是一种 一种理解方式 就是 就是 因为它是在讲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那如果它出现在 九种心柱这样的一个修行的 过程当中 那它属于奢魔它的 如果它出现在四种 会心当中的呢 它就属于皮婆舍纳的 那我们这边是比较是从这一个 它是属于某一种的 那它就是 奢魔它 那属于 某一种情况的 那它就是皮婆舍 那就属于某一种情况的 因 也就是在这边心意经心没有出现 那如果硬的话 那就是 在奢魔它的一个状态 在会观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心意经心要出现会比较好理解 就心意经心在什么样的状态 对 但是你如果是直接 省略掉没有加就硬的话 它的主持可能是人 人在这种状态 那也是可以理解了 好 反正这个是 提供一种 跟于杰斯蒂论的文不一样的一个理解方式 也就是 它如果是属于这一种的 那它就是 因为它说的两种品 对不对 对 那这个第一个 这个属射魔它是从啪下来的 那这边当然也可以说 或在九项新柱中 你 得比寿摄魔它 得比寿摄魔它 那 那或在 这B 苏 彼 佛 舍那 那这个就跟于杰斯蒂恩的文 就是一致的啦 M 那如果B 动词就是凡事在啦 因为当时的想法就是 他属于哪一类就看他是属于九种心处这一这个修行 或是属于慧的这个很单纯啦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那如果是在的话就是这样心意精心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在圣母他的状态出现心意 就是在修九种柱的过程的当中出现心意精心 那他属于圣母他的 那如果在四种会行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这种心意精心 那他就属于彼婆舍那 他有没有问题 那个问题最前面那个 是怎么翻 哪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 杀啊 这个杀他好像字典有说他会跟其他的代名词一起啊 你看一下 印象中那有一点遗忘 pronoun是吗 他会跟其他的 就是connect with another pronoun s with 这些些 那very 就是表强调 有没有 It is 一起吗 for emphasis 因为题目也是有s啊 s啊 对不对 这边 是吗 所以是这个意思 对 表强调 所以这边英文刚刚有做了一个very 有没有 that 应该是that very 可以吗 也就是他这边应该是一种表强调的意思 表强调 emphasis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吗 open for emphasis connected with another pronoun 那就比如说 aham tvam es s yam 等等 若是 这个saran sah 因为加上r变sor sor sor aham 那就是I love very person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I love very person ask you aham 它是要搭配其他的词才有这个强调的 这个强调的 那如果他单独出现的时候就要 单独就是他而已的哦 应该是LUT LUT VARY ONE POINTED OK 请问这个S是来自什么字 我又查不到 S它是代名词 它是什么字的代名词 this 没有这个字吗 那你的字典又 有没有 etat Mascarine的这个form etat 你的字典没有对不对 我的只有第一行 Gliding, Running和Hestening 其他的都没有 没有它是离基板 是吗 那你update一下 update一下 没有吗 有啦 第二个 scroll down 原来 scroll down 谢谢老师 有 它就是etat的一个 The Normative Mascarine of Etat 可以吗 可以吗 没有问都没问题 一问一问题 对 如果我们先下课有问题 我们再继续 让我们 每个发事可以先下去 嗯 各位发事可以先下去 感谢观看